支持华教,发展多元文化教育 我是董总所理主席周瘦汉 请守住榴莲台,榴莲FM.com 好了,榴莲当头自由高照 我们回到天马行风的节目现场 现场有我家马 还有我阿龙,早上好 有我为阿龙 好,我们今天早上来谈一下这个 华教这个悬崖危机 悬崖危机,为什么说是华教的悬崖危机呢 你看,这个在环兴年的时候 首相就来到了董总 参加了这个团拜 那么首相前走脚 前脚走的这个安华后脚就进了 董总 那么据现场的朋友跟我们说 也就是说这气氛是不太一样的 首相来是一个气氛 那么安华来是另外一个气氛 那这个最高兴的当然是叶新田 对吧,第二高兴的是周舒汉 董总的全体这个同仁都觉得非常的开心 那么这个所谓的首相的破冰之旅 是不是给这个董总带来了新的曙光 新的希望呢 那董总本身在办这个团拜的时候 迎来了这个执政党的领袖 也迎来了反对党的领袖 那么之后 那未来这个华教是不是真的能够一帆风顺了呢 阿龙你怎么看 我相信是会怎么样的一个气氛 就是同样的道理在 这一次的那个的明年的宣言里面 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宣布 想说我承认同考 跟同样的道理的时候 当天的时候叶新田也出席在 那一个明年的宣言的会议上里面 所以你说会在这个集市里面 你说今天董总不见曙光吗 我认为说见到很大的一个曙光 可能就是在新的一年里面 看了这样多社团里面 只有唯独董总这个所谓的非政府组织里面 是得拿到的最大包的一个红包 实现不实现是另一回事 但是面子已经是赏到他们的脸上去的 当首相出席他的新春团拜的时候 真的是过了马花一巴掌 为什么你讲什么 我认为在维兰资助的情况底下 一路来的时候在整年做的这样一番 针对政府反对我们的教育部 整个政府的政策的时候 是伤得累累的 虽然达不到那个目标 但是对整个国政里面的成员党里面 或者是对现有的政府是伤透了 但是反而做了一整年的这样的 至少有霸场的这样的一种的活动 反而到了这样的新春一个大团拜的时候 也被新宗日报 原本所谓的这谁所谓的平面媒体 都是来攻打这个董总 也有些社团里面有分成两批的一种的反对声音 也不认同董总所做的几动了 为什么董总做错什么东西呢 因为很多方面的时候 有时的时候是针对 魏家翔来打 在华盛里面有两种声音 因为魏家翔怎么样都是一个副教育部长 你该打的时候 你就是同样的道理 跟马娃没两样 因为你也不敢像物统呛声 你应该要针对的是 针对整个教育 而不是你要求的是 魏家翔辞职 在这一方面 在华盛里面有两种声音 因为认为不恰当 为什么你敢打小的 你不敢针对大的 这一环 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 这个破冰之理的时候 就把整个 不不不 你看到今天为止 今天董总也在抨击魏家翔 说这个魏家翔讲 华小师之荒已经解决了 这个问题 他再一次就是抨击魏家翔 说魏家翔说谎话 那你说董总他为什么就是 哎 破冰之理都破完了 他又接着来对 针对这个魏家翔呢 你说如果整个华人社会 对董总这件事情有意见的话 董总也不见得他听 听不到 他也听到了这个华人社会的意见 但问题又出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这样的东西不是整个大体来看的 是魏家翔跟叶星天的个人的恩怨 我不觉得魏家翔 我真是你内部人相信 这个老头子 这种老一辈子的思维模式 就是很小气 你我们要记得的时候 在魏家翔的时候 在记者发布会的时候 无端端打个电话给叶星天的时候 放的那个开音的时候 这种东西扯到 真的是踩到叶星天的尾巴上面 是对叶星天是一种 认为我不受尊重的时候 好在那一个记者会议的时候 我没有说到不对的话语 跟还有一场520的时候 在心机研的那一场 他为这个是一个个人的恩怨 所以追着你来使命的打 当这样的东西来号召人家 全个华团里面来叫做 魏家翔要辞职这个副教育部长的时候 很多就是华社里面会有两种声音 因为你不要把你个人的恩怨 或者是你不满魏家翔的整个的 其实你的做法 你把它套在他的身上 所以延伸出来这样的一种的 华团里面会有些人不认同 也不签署你 认为因为你这样的打法 你也要用在打这样的科教学 我都认为这是一个技术上的这个问题 他们在这讨价还价也好 吵闹也好 都是一些无谓的争吵 我们从大环境来看 今天咱们讲华教 就是风风雨雨几十年了 半个多世纪了 就不是说华教半个多世纪了 就是说从独立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了 华教的事情 我们谈到就是说 在独立前就开始针对这个国家的教育 来进行这个讨论 对吧 五六年的时候呢 就一个拉扎报告出台 拉扎报告出台呢 就定格了就是未来 马来西亚的这个教育方向 是走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方向 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 国家要实行什么样子的教育制度 这个都有一个有一个大的这个方向 对吧 那么今天我们回到这个现实里面来 回到现实就是在这个教育这个方面 那马来西亚今天的教育和当初这个国家成立时候 所谈到的这个教育是不是一样的呢 是不是有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你觉得这个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情况 跟这是独立的时候所看到的情况 到底是不是一样或是已经有什么变化了 我倒是要说当加码我们把说这个拉扎报告的时候 在1956年成立的时候 他有类出来讲说要强调国民团结 就是必须罢了 他就讲说必须要有统一的国民教育制度 以马来以为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义 也以马来文化为主的国民教育课程 和所有学校采用的统一的课程 纲要 所有学校都采用同样的考试制度 但是他的条文是比较有一个模糊 而是想说为了要达到国民团结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 这样的几个一二三四的 所类出来的那个条文 但是他又在另外一个条文上里面 他又有强调就是说 以国民为主的所有教育 是为最终目标罢了的 所以这一点的时候让董总里面是 未必你可以这样真正的去实行 但是你要这样的实行的时候 其他的语言还有其他 沿流学校的发展的空间 还是让他继续有发展 但是在华校里面 他也没有说我不读马来文 他也是有强调 只不过是当华校 大米文小学或者其他沿流 各沿流学校的存在的时候 他还是有他自己沿流的一套的东西 但是他还是符合起来考这个国家的考试 你认为他这样做有不恰当吗 我觉得这里面我们必须理清一个问题 就是说从国家基本的这个教育制度来讲 你能不能再把刚才您所谈到的 这国家的基本的教育制度的这个方针是什么 方向是什么 以什么什么为主 这么多的这种源流的这种教育 这政府要怎么办 未来的教育要怎么办 那华教未来所面对的问题是怎么办 华教要求的东西是什么 就华人社会里面 华教董教总他要求的东西是什么 他为什么在这个每一次大选的时候 这上一次99年的时候记得吗 这个董教总搞这个华人的诉求 17个诉求 那么这一次的董教总就是摆了一个这个鸿门宴 让这个纳吉也来 让这个安华也来 在中间呢去去去得到什么东西 去年 纳吉亲自跑来了 纳吉跑来了 是为了满足这个董教总所要的东西呢 还是要董教总满足政府所要的东西呢 但是如果今天我讲说从我们华教 从独立之前到今天为止 在1983年里面 在华人社会里面也维护了这个华教的纲领 也呈现了一个国家文化的备忘录 这个是在1983年 1985年的时候也呈现了华团联合宣言 就是延伸出的那一个的冒草行动 1999年的大选诉求 以及在2010年的行动方列 这从独立到现在的这所谓的 这几项的诉求的时候 显示出到了最后到行动方列的时候 是参与的 整个的华社所要求的 在这个母语教育的方面 是很少的组织来参与的 这就是说反而是可悲 就是见得会比较可悲 如果在某些人应该是从你 因为你认为是在被打压的情况底下 你应该是要凝聚到更加多人的一个力量 是不是董总这样的一种的捍卫母语教育的思维模式 已经是不周效的在现有 如果这条路你一直在这样走下去的时候 10年我相信这个70年代上来的 到了50岁的年龄就好像打了比方我的时候 会认为董总的这样的路线是错的 因为我们不能够扩民族 就好像说加玛你是追着死着打的时候 为什么你一直要强调说母语教育 或者是华文教育 你可不可以用一个说 这个华文教育也是一种教育政策的底下 人的读者写者 他就是一篇文章 只不过是今天的董总给我们感觉到是 有一群这样尸骨不化的人看到 但是我认为在这次的方面 他已经扩出去 也看到那一个情形 扩出去什么 扩出去就是说 硬硬来去打国阵 也硬硬要得到的那个明年来看到我 这一点我是认为董总在这方面可能认为 如果在他再移这样的东西 今天我不破真的是扩出去的时候 他路会越走越窄 他没有市场 我会有这样的 不 我觉得如果他始终照他自己的这样的方式来走的话 他始终都没有市场 所以市场会越来越小 所以我就讲嘛 去年的时候办了这样多场的时候 你认为这个华文教育 还是不是真的是在华人社会的教育 他有走入到全民教育的运动吗 没有 就是没有嘛 如果今天你转型 我讲说你把华文教育转型的时候 你不要强调母语教育 用那种策略 你用一个全民的教育的时候 可能你会影响到 你就是尽量扩足情嘛 所以不能够就好像烟虫政治 我不能够扩出去这个框架里面嘛 当我要拖出去这个框架里面的时候 我会又怕被人家指责是千人之乎 我举几个例子来讲 就是华教现在面临的这个几个诉求 我举个第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独中同考文凭的这个诉求 对不对 对 OK 你独中同考文凭 你要政府承认 你为什么非要政府承认 你这个独中同考文凭呢 有这个必要 非求的政府来承认 你这个独中同考文凭吗 有这个必要吗 你现在 这个就是说 从你看回历史 要谈华教 我们看 在1906年的时候 第一所 华文学校 华文学校 这个独中 还没有中学 那个时候 就是一个独中 你看回说 那一个什么 那有一本书在华文里面研究出来了 不用研究 你问我就行了 你说吧 那一本书里面也有强调说 你看在早期的时候 就是民间所办的协校里面 也没有一个国家成立党的时候 在协府里面 那个照片 档案里面都找出来的时候 过了国期是国民党国期 对啊 还是跟中国 民国注册的 所以也就是说 当我们还没有独立的时候 自己这样子去办你的这个学校 一种呢 就是说 你就死人的给政府吧 那政府就帮你 接个手来 这样子去办你的学校 结果取了一个什么呢 结果取了一个中间职 对吧 就是死人的一半 这政府还是要出钱 那这政府就做一个冤大头了 今天就讲 那你这样说也不对 因为你说 做冤大头 其实还是受惠了的子民 对不对 给钱给你的子民 去读书 这并没有什么坏处 但是政府现在 国家 他有他自己的这个教育政策 有个教育方向 现在国家的教育政策 教育方向呢 实际上和这个 董教总的教育方向 是相抵触的 你说相抵触吗 还是相吻合呢 相抵触 相抵触 所以你要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相抵触的这个问题 OK 相抵触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对大家都不想放下 自己的尊严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我打个比方 今天 如果你说明白的 政府应该有自己的执行 而不是优罗果断 脱泥带水 而不敢用强硬的手法 来把整个教育 就是拿着报告 在1956年的 你真正去执行吗 因为你下不了手吗 你下不了手 你再延伸到 独立到今天50多年 为什么这个 华教个题是没完没了 你没有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吗 你就是因为你有时 就是在法理情的情况底下 你用理跟情 处理过多以以言有的 这一个如果拉扎报告 是真的是 教育体制的 一个法令的项 为什么你不用 很硬的手法来执行 到了今年50多年的时候 你要执行说 你说做得到吗 是完全做不到 与其这样 你一直在拖下去的时候 我相信如果明年上来的时候 就好像他的先年里面 我承认这个独中同考 OK 但是条件上里面 我不能够100% 在资言上资助你 这个是因为 你不能够完完全全 slender给予我们 政府的一个机构 所以只要我认为 我有这个多余的钱 我一年里面 拨款给你多少钱 你是不是满足吗 我相信 华教里面 独中也满足了 写州政府 已经做到这些东西 每一年 拨20万出来 20万一间独中 是50万 或者多少钱 或是500千 几百千 已经是对他们来讲 是足够了的 但是他们要的东西 就是说 你只要承认 这个同考里面 我相信 如果政府有意放下 跟这些所谓 这种华文教育 独中的人 来谈这个谈判 谈这个条件的时候 我相信他也会接受 他也不需要完全 你说政府 去要领养 这个独中 来去每一年的 用制度化 整个的开销 都是由政府来去 其实你 你不了解 政府的运作模式 你让我 承认你的 这个学校 承认你的 这个文凭 对不对 OK 那别人就问我 那你要承认我的学校 你要承认我的这个文凭 这个就是 政府也不能够放下 那一个所谓的 大家就是 这就是政府 要不然就不叫政府了 对吧 不是大家 那不是私人有限公司 私人有限公司 可以做这种事情 政府做的事情 就是制定政策 政策这个事情 是要公平的 对每个人都要公平的 对你公平政策 但是我不需要到你 就是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承认 我的意思是讲说 国家你有国家的 教育政策 你去办好你的 国民学校 国民小学 国民中学 你去办好 可以 但是我只是 附加的东西 为什么你一个人 没有做到这样的 一个度量 来去承认 这不跟度量 没有关系 如果他不是我的 就不要管 其实政府 给钱给华晓 是一个错误的事情 对不对 他是错误的事情 除非他是 政府的学校 如果你要给 你要改变你的政策 你要学 其他的国家 你去香港 这样子的 就说你 你只要你 办一个学校 你有学生 我就给你钱 对 对不对 这也可以 这也是一种方法 那就不是 只是划 划小的事情 还有很多很多的学校 包括私立学校 都是一样的道理 我办了学校 我这有学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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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话 我也不需要 就是遵循你的 什么教学大纲 只要我有学生 你就要给我钱 这也是一种方式 办学的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说我不抽你的税 我根本就不管 我去国家不搞教育 教育都是私人的事 这也可以 你看你怎么样来接受 这个事情 问题是今天我们的人民 就是说 我对我有利的 我就就要 谁的声音大 谁就谁就说了算 对吧 所以今天政府 他强强什么 他说 我有一部分人 我能够有 百分之六七十的人 是支持我的 我说了算 他以这种形式 来 来 去做一个决定 或者是做一个 做一个政策的 一个 基本的 这个什么 考量 这个问题就来了 我举个例子来讲 今天 这个明年的宣言 也出来了 对吧 明年的宣言 也出来了 他是改 改一改过去 说是什么 这个 独钟 这个同考文凭 他准备承认 这个独钟同考文凭 他不是准备承认 就是说 他已经不需要 经过监督啊 考核啊 这个阶段 就直接承认了 对吧 但是首相呢 纳吉的他还说 他要考虑 有两件事 一个这个 马来文的这个事情 一个是什么事情 一个是这个 历史地理课 这个事情 这两个事情 他要考虑 而为什么要 讲这个马来文的 这个事情呢 这里的 礼拜 礼拜天的时候啊 这个东方日报呢 有一篇报道 他说了 这个柔佛州 这个教育局 华文科助理局 助理局长 叫做乌春荣啊 他说 华小教师的认真教学呢 是有目共睹的 这点我相信 大家都知道 对吧 然而呢 付出的 以成绩呢 却不成正比 2012年 小六鉴定考试 柔佛州 华小平均的极格力 只有55.4% 那接近一半的 华小生呢 无法全科及格 他说了 这个反观 华小生的这个 全科及格率呢 是高达 77.42% 究其原因呢 华小生在英文 和国文的及格率 差强人意 导致整体的成绩 被拉低 必须加以改善 才能够提高 华小生的及格率 去年的这个 小六鉴定考试中呢 这个 华小国文 作文及格率 达73.27% 国语理解 理解及及格率呢 只有66.23% 显然 华小生的这个 国语掌握能力呢 是拉低了 整体的成绩 这是他所讲到的 这个情况 他说 根据教育局 针对这个教导 预备班学生的 各族教师所进行的 调查显示呢 70%的教师 发现学生缺乏上进 及自信心 54%的教师 认为预备班的 学生被歧视 以及46%的这个教师 认为学生 跟不上进度 这个华小生 进入预备班 将间接导致 辍学的这个 辍学率上升 并且呢 在这个即将落实了 2013到2025年 国家教育发展 大蓝图的初步报告里面呢 有人建议 要废除 这个国中的预备班 这叫国语能力 掌握能力不佳 这个必须就读 预备班的华小生 就更加的困难了 这是他 讲出了一个 这个具体的 这个问题 所以 所以你看到什么呢 看到这个华小生 他的确 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在国语这个方面 不强 那 当政府要求 你这个国语强的时候 要提高国语的时候 你坚决反对 这个课时 不能增加 你不能超过 我这个中文的课时 如何如何 所以 这个就是矛盾了 矛盾就在这个地方了 但是 一点 我们要说的是 为了公平 董总又没有说 是我放弃 国语为 马来西亚的 主要的隐文 在华小里面 还是有强调 只过是 所以现在问题来讲 咱们就算这个事情 咱们两个谈 你就是董总 我就是教育局 好吧 咱们两个来谈 我还配不上 我配不上董总 来背董总 我没有代表性 可以为董总说 是 那么 我们线上呢 就有这个 谢世坚博士 来自 涵江学院的 这个院长 谢博士 你好 你的声音 稍微小一点 还可以 还可以 可以 很强的 有点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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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所讲到了 这个华教的 这个课题 过去 在这个 五六年 拉萨报告的 里面 有强调的一个 怎么样的 这个国家的 教育方针 那么到了五七年的教育法令 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方针 我 你现在要我从哪里 我很乱 嗯 哈喽 哈喽 是你讲 我听了 乱乱了 乱乱了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现在我从那个 我们的独立的时候 大概谈话短说 哈喽 哈喽 你说 我们国家在独立的时候 对这个华文教育 是有一些的敏感 用敏感是说 因为这个国家呢 我们整个政策 还是以延续英国的 那种 致命地时代的政策 嗯 所以对这个华教 并不是很开放 嗯 就比如说 1957年的教育法令 能够啊 满足这个华社的要求 嗯 来取消那个最后的目标之后 可是它里面的条文呢 啊 就有希望这个啊 华校来改制 嗯 这个改制就是说 希望它成为国民型的总学 或者是啊 能够接受政府的津贴 嗯 那么在那个时候 但是它没有强制性 嗯 呃 当时的一个缺口 就是出现在中林中学那边 那么出现了这个中林中学 就产生了学潮 这种学潮的延续性呢 就啊 蔓延到全国 这种全国性就使到政府感觉到说 如果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克制行动 嗯 恐怕这样的事情会比较啊 严重化 嗯 所以到了1960年 就有一个新的阿多拉曼大列报告书的出炉 嗯 这份报告书就是主要它是想说 要啊 使到发酵 你们要做一个决策 嗯 或者你成为政府的国民型的中学 嗯 或者你成为独立中学 嗯 那么在当时那种环境底下呢 呃 有五十五间的那个华文中学已经接受改制 嗯 那么有剩下十六间是没有接受改制 嗯 保持他们的独立中学 从这个比例上来说呢 呃 有三分之一的就是维持他们的不改制的现状 那么有三分之二是接受了改制 嗯 所以在这种强势的这个压力底下 嗯 平年约虽然说他要抗争 他也号召华社给抗争 嗯 但是最后他是把自己的那个公民权也搭进去了 嗯 所以你所以从这边来看就是政府采取的手段或者措施都是比较 呃没有推浪而且是没有妥协的 这个是六十年代以后呢就出现了很多华教的问题 嗯 不断的演变而且有恶化的现象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我们说啊 这个到了1980年那就是马哈比亚当政的时候 嗯 那个茅草的行动就进一步的显入了 嗯 发酵所面对的一个呃危机吧 嗯 那个危机是说啊 因为政府开始派那个呃 不按华语啊 华文的嗯 行政人员进入了发酵来工作 嗯 这一点呢引起这个发酵的一种恐慌就是说 呃 堂子下去 它可能就是呃 慢慢的变质 嗯 所以那个呃 抗议大会呢 就后来演变成茅草行动 嗯 这茅草行动一来之后呢 整个这个发酵 暂时就受到呃 很大的这种挫折感嘛 嗯 这种挫折感呢 并没有使到这个华客 呃 感觉到这个教育 已经呃 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前景 嗯 大家都是看到到底这个呃 啊 华文教育呃 这个前景怎么样 嗯 所以 那那个时候政府 呃 就 突然在一个高等教育那边 呃 有了比较大的开放 嗯 那就是说啊 呃 它允许 呃 私人 开办这个高等教育 就是有这种所谓学院啊 出现了 嗯 这种学院出现了 还有这个双联课程啊 嗯 跟外国大学合作的 嗯 就出现了 这种东西 它是一个这样 从小学里面 它就没有推浪 在中学 它还是 保持它这一种 控制的措施 可是到了这个 高等教育呢 它认为说 它是可以 呃 做到有开放性的 嗯 嗯 正因为这样子的话 很多的法律子弟 他们都有了机会 不用呃 出道远门 就可以接受西方大学的教育 嗯 所以无形中 我们的呃 佛家教育政策的一个松口 让人家感觉到说 诶 在这方面呢 或者还可以啊 再进一步的要求 嗯 所以我们就说 看到这个九十年代 这个呃 嗯 华文啊 这个所谓 这个福利的学院 它就以后 重新的出现 嗯 在这里面 它有一个很奇特的 就是啊 南方县它 啊 拔臂而起 在哪 在南方那边 就宣告成立了 嗯 那么再过了 一些时候 就新基养学院就出现了 嗯 那么再下来 这个 前几年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 寒墙学院 嗯 从这边呢 直到整个华社就看到说 诶 哇 这个政府在这方面 好像有了一些 某种程度的开放 嗯 直到这个说 华文教育的危机呢 好像有了多多少少的转机 嗯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 呃 我们说 这个中学啊 啊 中学的阶段 它没有啊 出现比较明朗的转机 嗯 还有这个小学呢 也因为在前几年 推行了 那个 呃 櫻化 数理科 嗯 还有啊 在各方面呢 知道这个啊 滑校 感觉到这个滑校好像也受到了多少的威胁 嗯 那么在这种情形地下 当这个马哈比尔退休之后 马哈比尔退休之后 呃 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敦阿朱拉 那敦阿朱拉 敦阿朱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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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阿朱拉上台 它是差不多 也是去老马哈比尔的政策 嗯 所以在这方面 你可以看到 呃 当这个阿朱拉 它在2004年大选 或者胜利之后呢 嗯 呃 虽然法社 虽然马哈比尔会 也有提出一些诉求 嗯 或者在宗教方面 零一方面比较开放 在教育方面 比较进一步的方款 可是 呃 后来我们也从 这个 报纸上知道说 诶 政府也要求说 呃 马哈工会 也好 那个华民间的主持 也好 把他们的 被忘录收回 这种做法呢 就比1999年那种 华社 华船的诉求呢 后来 被求后三张呢 虽然选择是比较温和 但是还是达到 就是说 你不要再提了 所以我们再看看 这个阿朱拉的 这个政策呢 它虽然是没有啊 对这个法教 有一个比较明朗的 明确的开放 嗯 那么我们就看到 来到2009年 嗯 呃 他就在一个 呃 他的政治的 信念底下 他提出了 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 嗯 这个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 呃 看起来是一个 比较啊 松懈 而且概念也不是很明确 因为很多人都说 呃 本来马来西亚就是 只有一个 为什么你要 出现一个 一个马来西亚口号 哦 后来慢慢呃 我们有理解到 哦 他除了要把东西嘛 融合成一体之外 他还希望在各个方面 在各个族群里面 结成一个呃 呃 大家可以认同的一个 共同的一个 马来西亚的民族 嗯 在这方面啊 他有希望 他能够把马哈贝尔 在1990年提出的 超像一个马来西亚的民族 嗯 转化成一个 或者可以 呃 看得到的 一个可以感觉到的 嗯 可是目前他在这方面 也不是很转的时间 嗯 他在怎样的 作与还是 我们的族群 还是有 嗯 自己的想法 嗯 所以华社有华社的想法 嗯 那么马来社会有 马来社会的想法 印度社会有 他们的诉求 嗯 种种的问题 他就不能够做 呃 每一样东西就 拥在一起来解决 嗯 他只能够呃 个别的 处理 那么这个东西 你就看到 在最近的时候 我们说春节吧 嗯 呃 那里也就是做了一个 比较呃 呃 大胆的一个 什么时候说 所谓的脱兵之礼嘛 嗯 他去种种参加了 那个 春节的年华嘛 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踏出了这一步 可是 一下子 我们说 希望他能够宣布什么 一下子 我们好像又看不到咯 嗯 又不知道下来的话 嗯 他们之间呢 会达成什么样的成果啦 嗯 总之 我们从这样的过去 呃 手向 跟现在的手向 做一个比较的话 嗯 嗯 呃 我们也感觉到说 好像我们这个手向 他有希望 他能够取得 华社的良解嘛 嗯 呃 因为这个 对他来说 也许他真的是一个 转折点嘛 嗯 那在这个 308之后 呃 华社 目前仍然是 比较啊 倾向这个明年嘛 嗯 所以 他希望在这方面 他能够有所作为 而且有所为而来 嗯 可是 现在大家大点的脚步声 已经是很接近了嘛 嗯 像我们也看到 明年的Manifesto 他们的宣言也出炉了嘛 是 这个 这个你又看到 等下 博振他也是不久了 他也要出炉他的宣言嘛 嗯 我们就说 他们两个人的宣言呢 基本上 我看他们 已经不会像以前这样 南言北策了 嗯 而是他们可能呢 有某些地方是相似的 嗯 那为什么我们会相似 因为你可以想象 在南级当政的时候 啊 怎么会去取消 那会不安全法令呢 嗯 这个是啊 我们在过去 是不可思议的嘛 嗯 所以才有那个 啊 啊 允许你这个和平集会嘛 嗯 甚至还有说 暴障的准政可以取消 不用再每年申请了 嗯 那些的大动作也显示了 他也希望说 用大的动作来感化 或者来影响 所有的人民 对政府的一种看法 嗯 包括他希望华社 包括华文教育的人 嗯 对政府有个新的看法 嗯 但是因为我们啊 现在 在一切都是在 啊 观察和这个考察之中 所以我们一时之间 你说我们要看到什么东西 我们一下子也不知道 是 嗯 不过我们总是说 他提小起来呢 嗯 好像跟过去这样 呃 国阵跟明年他们在整体的方面 已经有一些 比较实质上的一些 嗯 嗯 嗯 有一种共同点吧 嗯 但是这个事实和策略 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嗯 所以就看看我们未来的大选 我们的选民怎么样 面对这样的一个决策了 嗯 呃 谢博士想问一下 呃 呃 你觉得从独立到现在 呃 到这个马哈地的时代 到纳吉的这个时代 呃 国家的教育制度有什么改变吗 国家的教育制度 我们所看到的第一 嗯 他对这个华小的承诺 嗯 他还没有很大的改变 嗯 虽然我们有一些担心 嗯 但是啊 目前来说呢 我们政府他已经发现到他的弱点 包括私自的转切 嗯 包括 他一些不按法语法文的人来掌证 嗯 这个东西呢 都已经由华社提出了抗议的争议 嗯 所以我想他们应该在这方面有一些的补救 嗯 有一些的改变 嗯 那么至于那个国民庆啊 中学 嗯 国民庆中学现在他有七十大间 嗯 他七十大间里面 呃 呃 有一个就是由他们这个 这个国民庆这个 发展旅社会提出来的 嗯 大概有二十八间的 呃 校长 嗯 或者是长校的人 已经进入了 不懂法 华语华文已经进入了 这些国民庆 国民庆中学 嗯 才掌校了 嗯 这个当然是再算算是一个比较偏僻 比较小型的中学 嗯 可是长子下去如果二十八现在圆到 再增加到三十八千 那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嗯 我们还是看到说政府呢 要马上的 呃 热煮 呃 不要再花下去了 嗯 所以他必须要尽快的 把这些不按华语华文的人呢 呢 调走 把这些呢 呃 懂得华语华文的人呢 来长校 嗯 我想我们国家有很多这种 国民庆中学的那些 呃 呃 人才吧 嗯 还有我们也发现到 国民庆中学其实也有很多 呃 华语或者是一些马来 他没有懂得华语华文的 嗯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些 特别的人呃 呃 拍到这个国民庆中学 就可以缓和这些比较 景象的局面嘛 嗯 这方面我想政府 呃 应该要关注到 也应该要做到的 OK 那么至于 他对这个 呃 学院呢 和大学呢 他的开张程度 就令我们感觉到说好像是百花欺丧了 嗯 因为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小的国家 除了我们说有二十五间的国律 嗯 大学之外 嗯 还有很多二十多间的就是私立大学嘛 嗯 甚至大学学院就不断了 是 呃 以后全身的出现了嘛 嗯 这边就看到这个整个教育是在工作的发展 嗯 而且他有够条件发展成为那个区域教育的中心 嗯 那那你觉得呃 这一次明年的这个竞选宣言出来了 出来的之后呢 你觉得他在教育这个方面跟国阵的这个政策有多大的差距呢 哦 基本上他提出了一个呃 比较明显就是说他说承认同考吧 承认同考 是 嗯 那么呃 政府 呃就是国阵嘛 嗯 本来有说他们有在考虑要怎么去承认这个同考嘛 嗯 但是就是希望西方有一些的条件嘛 呃 我想在这两方面呢 嗯 他们的距离已经是不会很远了 不会很远 如果在如果在过去是 在过去根本是国政不要去考虑了嘛 嗯 因为他不是属于这个政府的工作 那那除了承认同考这一部分之外 就是国家总的这个教育体制上面有什么大的不同吗 啊 在这方面他所提出的这个免费教育 呃 这个明年的 嗯 我认为这个东西还是要从长期 因为 免费教育它是一个很很沉重的一个负担 嗯 那么他这个所谓免费教育 到底有没有涵盖这个私立的 嗯 学院私立的大学 我们还是不知道 嗯 就好像独立中学 嗯 我们到今天为止 我们还要收费 没有学费我们就很难的生存嘛 嗯 那么我们这些还要向家长收费 嗯 如果是说将来 呃我们说 我们的教育还是有分成功利或者私立的 有收费 没有收费 那就好像 嗯 呃 不是完整 好吗 嗯 所以这个免费教育 我不知道啊 我们要怎么落实 嗯 因为我有看到啊 我们的 很多的国家吧 不管不带什么海西亚 嗯 甚至包括中国 他们的教育也不全然是免费的嘛 他们还是要有收费的嘛 是 我不知道啦 我真的 嗯 当然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你全部嗯 呃 免费的医药 免费的教育 哇我们要建立一个 一个独立国 这也是很好的 嗯 那你看在这个 他讲到啊 这个宣言里面讲到 在国家教育体系内 加强国语 保障母语 提升英语 加强国语 保障母语 提升英语 呃 这个方面跟国阵 有有什么差别吗 没有太大的差别啊 没有太大的差别 没有太大的差别 嗯 ok 谢谢拜拜 嗯 嗯 好我们刚才听了这个 谢博士啊 把过去啊 这一段 这个 这段历史给讲出来啊 讲出来 您有没有觉得这个 谢博士也是 比较老派的 这个 看法 那是 那是那是当然的 嗯 也无可厚非的 嗯 但是 当我们今天谈 华教育体的时候 嗯 我倒是要强调点 而不是今天说 啊 毛毛蓝的写周 啊 怎样的周政府 或者是可以承认这个同稿 嗯 跟中要不中要 跟 或者是 你看明年的宪言里面 就好像刚才你说 所讲的 嗯 强化国语 嗯 让 保照母义 提升音 提升音 这个东西是我们如果 从整个国家的宏观里面来看的是 教育的底下 嗯 是不是我们要达到的 是吗 我认为应该 应该 应该做嘛 但如果应该做的时候 你就是让它各自的去发展 如果今天你好像说的对 你承认这个 啊 度中同考的存在 UAE 嗯 他内部里面 如果你要真的是去 质疑他的时候 你也是可以批评他 也不需要有一个董总 每次一直在捍卫说 要政府承认我的同考 承认我的同考 当你承认了这个同考以后的时候 明年如果执政的时候 他承认这个同考过后了 加码我问 是不是他可以类似 像我们的国家的政府考试 自由式的让每一个学生里面 都可以去考这个UAE 这个是我们要探讨的 不不不不不 如果我是教育部长 我第一他不答应这个条件 考虑都不考虑 对 对吧 我根本就不考虑 你也就是说 你要我承认你的这个考议制度 就好像说你的独中生 你可以来考我们的国家 政府考试的时候 一样的道理 我跟你讲 承认不承认 在董总的嘴里面 那是个政治问题 在教育部的这个这个桌面上 那是一个技术问题 而我我是这么讲 在教育部的桌面上 那是个技术问题 比如说我要承认这个同考 那我当然每个同考领域 每个元素我都给他拆开来看 对吧 你英文马来文这个什么 所有的东西我都得拆开看 现在教育部提出来的就两点情况 其实还不错了 就一个就是国文 一个就是历史地理 那我好多朋友都说 这个事情可能董教总就很快就接受了 我我国文我就满足你这个 这个什么sbm考credit就可以了吗 对吧 地史地理你爱怎么说 我就知道你怎么做就完了吗 那不就结大欢喜了吗 就就就给他去承认吗 他再满足一条就是谁都该可以考 就完了吗 有什么可吵的呢 没什么可吵的 对啊 那为什么要争吵不休呢 这个事情 这第一件事情我觉得 第二件事情 比如说咱们讲的明年的这个宣言 在国家教育体系内 首先要加强国语 那咱们讲加强国语这一块 懂懂该怎么做呢 OK 加强国语 我们今天说华校里面 在读中里面也是有国文语科 还有一个东西我也不大认同 所写的国语是一个国家的尊严和底线 这个是对 懂总也没有讲说我完全不要国语 这个马来文语言 不不不不 这个对 要求及格是无可厚非的 对啊 你这是要进入国家东西 你国文考试也要及格 而不是懂总讲说我不要考国文 我也不要华社讲说我不要考马来文 马来文不需要资格 只要我还及格也要进这个大学 没有这个要求 他有这个要求 没有知道这个要求的 因为教育制度 他有这个要求 第一他要求就是说你不要考 不要考我的马来文 这是他的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的话呢 这个马来文的课时 你不要增加我的 在我的学校里面 对吧 你不要增加我马来课文 说你不要增加马来课文的话 他怎么 课时的话 他怎么样来这个加强国语呢 OK 就是说你看了 华小的教育里面 就是说 OK我可以让你去说有马来文 也是有英文的去写吗 不是有 这个都有 但是现在要加强 加强的时候 怎么样加强 OK现在是有加强了 现在的小学的一年级二年级 虽然是这样炒 是懂种站出来炒 但是你真正去看小学的 Silibus的课程里面 已经是慢慢在深入变质中了 很多家长如果你没有去关心 你没有去关注 你自己也不知道 我就是在讲的了 这个就是明年跟国阵是一样的 就刚才解释坚讲的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他都是要加强这个国语的 就是你懂懂 再找安华也好 安华也是说 这个课时 这个国阵给的少了 要明年上来会给的更多 这个课时 可能呢 要更加强嘛 对不对 这明年要比国阵做的更好吗 所以他可能给的这个 马来文的课时可能更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讲到这个保障母语 对吧 你觉得咱们怎么没保障母语 咱们保障了母语吗 今天 今天我们的保障母语 如果是在1962年的教育法令的时候 我们不是用法制 用一个条文 来说给国家的教育制度是这样 反而是给了我们的教育部长 更加大的权力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华小的存在 而不是我们言有的法令的条文规定说 是不是让华小里面有发展的空间 而是抄在 但那个潜力的存在 好像是抄在我们的教育部长的手中 今天如果他讲说我要关闭华小 他有这个所谓的一个潜力的时候 这要给纳吉打一个广告了 就是他们一直都在说 是纳吉手上把这条给cancer掉了 没有了 今天已经没有了 没有是在1996年的教育法制 但是还是有绝对的一个权力 就是说在一个法令上 之前一直都懂懂强调的时候 只要你保有现有的独钟的状况 你就是不可以关闭那个华小 这个是条件他们所谈的出来的 另外一个 今天咱们这个所谓的母语 不讲是母语了 什么语都算在里面了 在宪法里面就规定了 谁都有讲什么话的权力 对对 你今天讲德国话的权力也有 你要讲阿拉伯语的权力也有 对不对 你讲俄罗斯语的权力也有 这不是个问题 所以这个保障母语 这四个字等于白题 没什么必要 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听在各言族的情况底下 会感觉比较舒服一点 对 你讲对了 要你舒服 要你舒服 要你舒服一点 这个提升英语 咱们你觉得要还是不要 要不要更好 咱们干嘛那么那么麻烦的 这些像印尼那样子的就是翻译就完了 这个就是说你看 我们没有一致的一个教义方针 独立到现在就是优罗果断 到底要真正的是加强国语 当然优罗果断了 这个东西马来西亚是一大困难 但是对不对 要就学习 对了平的 你看啊就是华人社会 我早期参与的这些 教育组织的我曾经讲过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 把华小的董事前放下去的时候 也跟你当你真正去了解 我们的教育制度的情况底下 就是在看回历史的时候 是在1962年的时候 就是当时候的我们的国民型中协的承诺 有些独宗已经改去投靠国民型中协 政府开出来的条件是说 就是以我国民型中协 这是以国语为主要的语文 但是他条件上有是一个礼拜有13节 用华文来教其他的科目 比方来讲我可以选择用地理或者是历史来教这些华语 到了1996年的时候 30多年的演变 有的学校就是改制 改制国民型 从一个原有的母语教育 我们讲说是华文教育的时候 变成是国民型中协的时候 到了1996年 这些国民型中协 是不是纳入了 还是国民型中协吗 已经没有的 反而那个原有 政府所promise给他的 一个礼拜的13节 12到13节的华文 用华文来教其他语文的时候 变成到放弃周末里面才有两三节 这样的一种的打击 就好像说在整个华人社会里面 就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罢 不要再用了这句话 OK 这句话不是讲说用的时候 就是当很多人的时候 因为一刹那的被欺骗 永远你的甜言蜜语的时候 没有 华人社会在华教 维护华教的人 就是有一种抗拒 其实在今天的这个华教里面 其实不存在 谁骗谁的这个问题 华教呢 要要搞 也就是说 你首先要搞清楚一点 这个你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你教育要的东西是什么 很多人今天也没有搞清楚这个东西 很多人觉得这个所谓华教 就是咱们华人给华人自己的一个教育 就是把你变成华人的那个教育 就是华教 对吧 他不是说学习语文的这个教育 那你看今天咱们讲说 董总是不是有没有讲说 政府是单元教育 对不对 我们搞的是多元教育 对不对 我怎么看我也没看明白 政府怎么就搞的单元教育 然后你怎么就搞的是多元教育 我看不明白这个事 所以就是 你政府怎么就搞的是单元教育呢 那你董总怎么搞的就是多元教育呢 我就不明白 OK 单元教育是不是政府 政府是有意要把 这种各元流的学校关闭掉 就是走他 只有一个 没有关闭掉啊 哪有关闭掉啊 目的是要一直在编制 如果你真的是了解1992年的拉萨报告 或者是1962年的那个拉萨报告 到了我们的教育法令 1996年的教育法令 他里面的条文 一直都有那种的 模灵两可的含义 在里面要把这个各元流的学校灭掉去 对对对 他要灭他早灭 等不用等他去灭 所以我就是讲嘛 就是延伸到今天独立到50多年 当我们作为一个70年后的 当你了解这个历史的时候 又一直一直用董总 所谓的华教组织的存在 一直在喊出的口号的一种的策略的时候 会让人听了厌的就是反感 你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你今天问题 你打的这个口号首先就不对 什么不对呢 就是说政府搞的是单元教育 我搞的是多元教育 所以我就 我就computer迷糊了不懂 政府怎么是单元 那你怎么是多元 对吧 你怎么多元呢 他怎么单元呢 单元是什么意思 多元又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稀里糊涂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口号 催眠 咱们讲就是 这叫催眠 对啊 这是整个华社都被催眠 所以我这边套用一个 前兴计员的院长 就是人名自身的主任 柯佳先生说了一番吧 有些知识分子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 那就是方言学校体系是移民政府 为了分而知之等理由而制造出来的 实际上华校包括中学与小学所取得的成果 靠的是我国 华人社会的血汗和泪水 更重要的是政治意志 从上个世纪 19世纪初开始 华校就是马来亚 反知名主义的最坚强的堡垒之一 华校作败了知名政府 想要控制他们的意图 你听明白了吗 我就是有一点模糊 你听明白 我有点模糊 他开始讲到方言 对 之前就是因为在还没有独立之前 只是我们米兰人有米兰学校 我们学的就是 我知道有个客家人的学校 这个我知道 过后就是在那一个被 在英国殖民地的时候就是灭了 就是选择唯一的一个就是跟了中国的 就是汉语所讲的 什么叫灭了 为什么会灭 自己本身 谁灭掉他 是英国人把它灭了 还是他自己把自己灭了 自己 自己把自己灭了 为什么呢 所以就是要选出来的 这是一个汉语母语交易吗 不不不 那都不是母语 这是个政治选择 对 这是政治选择 选了一门外语 汉语就是所谓的 选了一门外语 Mandarin 对不对 是满洲人的官话 对 就是满洲吧 清政府的官话 Mandarin 来作为这个所有这个从南中国来的这些 籍贯的这些华人的这个共同的语言 对吗 也就是当时候中国的整个的政治趋势也是统一的一个的 和你就是在1949年共和人民 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他他所做的东西跟敦顾阿布拉曼想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对 华人自己先做完了 那轮到敦顾阿曼来做的时候 这个笨蛋 所以我就讲嘛 我刚才我所强调的就是尊严嘛 当我自己内部 我可以打压小的一部分的那种方言的立足的情况底下 我顶住一个统一的一个的母语 就是他把它标签是母语 就是汉语教育的时候 不叫母语 母语是80年代的人才说的 对 过后他才延伸 因为他可以强化他自己的公信力 那是林晃生时候 他从那个联合国那个文件里面抄出来的 要不然你看 你看过去的报章从来不提母语 母语的 对 应该是叫华文教育 华语华文教育 对 因为他可能是 所以做marketing的时候 这个有一个叫做marketing kit 是吧 sales kit sales kit 就不停的就改 现在董总要面临来到这个阶段 要怎么样去改他的sales kit 这个很重要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包装成一个这个国际语言 就像学韩语一样的 对不对 今天很多人都学韩语嘛 韩语很流行嘛 对不对 搞不好韩语学校比这个华小还能够这个招生 这说不准对吧 所以你要包装 你要包装 这是第一 第二你要怎么样跨族群 这个很重要 跨族群成为一个这个跨族群的这个一个语言 就是你成为这个华语成为马来西亚的第二国语 我们不是第二家园吗 第二国语 这也不错啊 你用这种方式 我觉得可能性还比较高 今天我们探讨了 如果今天从华校里面 你就看政府到底是不是要完全去支柱华校 你看培训出来的老师 从那个整个的行政方面的华校 都是由政府来去培训的嘛 都是来自政府来开销的 只不过那个主导权可能的效地 是还是有董事部的存在 但是如果今天你政府又要帮助华校 或者是当米文小鞋的时候 为什么你在政治的拨款的时候 就是议算案的拨款 你会有出现不公平的那种的数据 就是说96%将近的发展进行 是给的国民小鞋 才2.4%的给的华校 1%给的大米文小鞋 当你用这样的一种的分配制的时候 你就让人家感觉到 如果你又要帮这个教育发展 但是你又选择住 你又不公 你这个又何说呢 你看你讲的这个怎么分怎么分怎么分 明年的这个宣言 他没有说到 没说 我就是想加码 如果今天我只给马来学校 就是国民小学88千 我稍微给他国民型华校 他不是叫马来学校 不叫国民小学 那个叫国民小学 全国的所有种族的学校 就是叫国民小学 他不叫马来学校 如果是国民型小学 就是说华校的 或者大米文小学 只稍微加了一半 5% 6% 你说华社高兴吗 不高兴 不高兴 足够了的 不高兴 不高兴 永远不高兴 只要原从政治在这个课题是解决不完的 所以我认为 董总的市场会走 董总的市场会越走越长 我觉得未来的情况 就是明年执政之后 他不得不考虑一个更加这个universal的一个政策 就是说 我不只是考虑你这个华校方面 私立学校我也考虑进来 孟加拉学校我也考虑进来 这些人 你说 人人生来平等 对不对 他也有孩子 他也要上学 对吧 那你是不是也要照顾他 他也他母语 孟加拉母语 我们还有什么 尼布尔母语 印尼母语 这些是不是都要照顾进来 但你做一个政府来讲 你就是要考虑了 考虑这件事情 对吧 所以你整个马来社会 他是不是接受这样的东西 其实你讲到这个 这个华人教育来到这一块 我还讲另外一个事实给你 就是华人人口在逐步的萎缩 对吧 对 那如果你在 你说到三零年 到二零三零年 就只剩下百分之十五了 对吗 那现在接下来 我们要去学新加坡的 就进口华人人口吧 如果不进华人人口的话 那这个华人 华人教育就更萎缩了 OK 你看 对更萎缩的时候 不是绝对没有可能进华人人口进来的 这个国家政策也不详的 这个也是很事实的 如果今天阿龙想要娶 中国妹 小龙女 绝对是很难申请到的 如果今天加码 你要请印尼妹 或者是请门加拉尼人 很快就可以拿到那个准证 这个就是外界的人 就有一种认为很不公平的一个 人口快速的培训出来的一个东西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看为现有的 我们从三十多巴仙的人口 降到二十多巴仙的人口的时候 反而为什么在华小的需求 会一直庞大 跟肚中的需求量会一直庞大 这个问题是出现在哪里 但是这个现象 我并不乐观 OK 不乐观的盐营数在哪里 我也认同 十年五年过后 当人口下降的时候 或者是 如果 我们现在要探讨 为什么 这近几年的时候 这个数量会增高 盐营数在哪里 但是 盐营数就出在盐营数政治啊 就很简单啊 盐营数就出在我们的教育制度太烂 所以很多人 这是一个方面 这不是全面全面的方面 我倒反而觉得这个 盐营数政治的影响力 比所谓教育制度更烂 还要来的严重 然后就为什么呢 你就说咱们烂嘛 咱们华小的这个 华小的成绩也挺烂 你刚才看了吗 我刚才 我刚才已经觉得 他也挺烂的 对吧 就是他也 华小还有另外一个烂 那是贪污 贪污的比较烂 对不对 贪污的什么 贪污啊 校长贪污啊 这个是很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就是想嘛 当我们每次就是在谈论这个 维护母语教育的时候 本身华小的 我们的教育底下 也有很多的 丑 掩盖了所有的这些 丑陋的这些方面 对 也没有人真正去探讨 也没有人真正的敢去 批判你这些所做的方式 也很多家长的无知 认为 学校给予的什么东西 都是理所当然的 是永远都是对的 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讲的 如果今天我想要站出来讲说 学校这样的东西做法不对的时候 反而一群人跟我讲说 你千万不要进入家教协会里面 来维护你的这个孩子的教育权益 或者是好像说 不要买作业布 要不要买那些东西 电脑班 这些东西 你肯定会死得很惨 但是在这种的情况底下 有谁会你说这东西 他们会从大哥级来讲 我们母语教育都是面对到很辛苦 很很大的一种经历 都是要被政府打压的五十多年里面 难道你今天还要批判这些东西吗 所以种种的因素可以掩盖的这些他们需求 反而尤其是近期的独钟的招生的人数 越高的时候 越让他们这些人得意忘形 一直用这种数据来压你的说法 因为现在明年的这个如日中天 对不对 如日中天的 这给人的印象这个 林基祥不当首相也是第一副首相 对吧 那这个华家问题就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这中文越来越重要了对吧 中国14亿人已经来到开到我们这边来了 所以很多人 你看看这个马六甲那个 那个YB的那张讲话你就知道 这个情绪就来了 华家重要不重要 你站在那问问大家 我站在台上我问 大家说说华家重要不重要 重要 那是重要 这个是ok 你把你的孩子送到哪里 独钟 这独钟 华晓 独钟 就是这样子 你这个气氛不就来了吗 所以 但问题 问题它会出现 为什么我们讲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 首先 我就告诉你了 这个 柔霍州也告诉你了 这个华晓里面的英文马来文 超烂 这是第一件事 对吧 第二件事 我也告诉你 到今天为止 我都看到 这整个马来西亚社会 你要找一个懂中文 中文能用的 拨雷巴盖的 真的是很困难 所以 所以告诉你 什么 我要说的东西 我认为真的是 接下来的 其实如果 华晓里面我发觉到一个情景 当我的两个孩子 女儿一年纪 儿子二年纪 丢进华晓里面的时候 当如果真正的 你做为家长 你不去关注你的孩子的 整个华晓里面的 国语 马来文的时候 接下来的五年六年 当他考UBSR的时候 真的 那一个的成绩出来的时候 真的是会 超烂 因为原因是出在哪里 当你这样说的时候 硬硬硬邦邦的 把那个国文的水准 加强的 提升的 丢进去华晓里面 那一个课程的 已经加强的 已经那个符合到 差不多将近 国小 跟比我们以前 我那个年代 或者是八十年代的人 读华晓的 国文的水准 已经提高了 但是当他的国文的 那个课本的 提高的情况底下 课节没有提高 老师操操然来叫的时候 你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去考量 会很大的弄脚反错 让那些孩子更加排测 更加怨恨国文 一年纪里面 到二年纪里面 就要写 就是要写作文了的 我们那个年代 是到了五六年纪的时候 才有好像是到了中学 才有这个课程的时候 当你硬邦邦 把这个东西 塞到那个华晓里面的时候 你会看到 而不能够我们 拿成绩来讲说 国文烂 国文这些东西 是为了达到校长 可能是拿 国公家的公务员马 那公家的硬硬版 董事部又做不到情况之下 做回家长里面 现在你看 我都把孩子 两个一年纪二年纪 没办法 我妥协 把孩子送去补习 选这个国文科 如果很多家长 不知道的时候 为什么会毛毛然的时候 考试孩子 拿八分拿十分 这总是对他来讲 是一种打击吗 打击 当我今天把孩子送去补习的时候 这个是七年的时候 我听一个人来讲 六十多分 他讲说我很 这个东西有谁 华晓里面 谁敢去探讨这个问题 我很想谈这个东西 当你真正的时候 拿出来摊派来谈 是不是你硬筛筑的时候 是见效还是会反效果 我看到的东西是反效果 五年时候 如果没有再改进 这一个的课程 因为课程懂懂是不放吗 不放下吗 对不对 因为他要从八节 加到十多节里面 才能够符合达到 那一个课程的纲要吗 你不难得说 有人说这种考试 它是阴谋论 就是说这个 国小的学生 故意把这个题目 就事先就是泄露出来了 华晓就没有泄露 所以华晓成立高 如果每个人要这样谈 很多东西 我们就没得好谈的 要这样去想 我们要从大级来看的时候 真的 我倒是看得到很多家长 去不去留意孩子 跟也不了解整个的状况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会很可怕 会很可悲 因为如果大家都是认为 学校给的 教育给的东西 是理所当然 是绝对的对的时候 反而会弄巧反挫吧 好 我们看这个 Facebook上 阿隆秋天讲 他说 每五年就会来一次生死存亡 华晓这东西呢 不能让他死 死了就没有政治筹码了 就没人搞烟囱政治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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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他说 国语呢 是一个国家的尊严和底线 要求及格是无可厚非的 除非我们学这个新加坡那样放弃国语 这个 这个是很有争议的 对吧 这个 他说 马来西亚华人的这个 诸事议论不休 这个造就了权益和基业的这个传承 站在外国唐人街头 回想一切 事故 这时你会感动 国内呢 片片土地呢 都是家园 我们回家是一个归人 不是过客 不可沦为只是 守住一条唐人街的这个民族 是时候走出这个悲情 那他提到这个 我觉得蛮深刻 蛮深刻 就是说马来西亚 至少没有像 在西方社会里面 只有一些唐人街 属于你自己认为 比较有直接的亲切 也像早期的时候 无知的人想说 把我们的起从开 当成是他的唐人街 是不用的 这个就是矮话 不能用的 我们条条街 条条街 只要华人基础说 都是你的家园 那时候就是有人这样说 也有一个反对的声音 现在池掌街 是唐人街吗 是外劳街吧 是 卖的东西全部是不是外劳 而我今天这样讲的大声 不是启示 是事实 因为大家是用外劳来赚钱 对不对 OK 这可以还讲 马来西亚华人去到外国 完全没有捍卫母语教育的这个问题 他们完完全全可以融入他国的这个本土教育 这也是一个事实 对 这也是一个事实 我在泰国印尼啊 这些地方 都看到这种情况 包括柬埔寨 柬埔寨也是这个情况 我柬埔寨我也见到好多这个华语 都能讲华语的 对 都能讲华语的 但是你看他的柬埔寨文 那也没有什么差别 跟他当地人 我就是跟你讲嘛 就是因为 就像你泰国 他们已经早期可以统一的融入了的时候 是 我们马来西亚 你今天要讲说要走丹利 要统一 各民族 国民同杰 那个时机是没有了的 已经他们 你看柬埔寨 泰国 印尼 尤其印尼给我很大的声音 就是他从统一一个马来文 统一个人的名字 到现在逐渐走路 看到整个趋势 市场的趋势 如果你马来西亚 还是一直要用这个手法 五十多年里面的时候 你还一直想要 国民团结 是唯一的一个 单一的一个研究童话 其他研究的时候 我已经你是慢的 你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的 其实我不赞成所谓的这种童话 我完全完全不赞成 因为就是你看现在 如果你在印尼社会里面的时候 大家学华文的教育 是反而是已经崛起的 一股的一个一个光 今天如果加码你要去 你留言还不做 你去印尼教华文 一个小时算美金的 可能是二十块美金 极好赚 好赚啊 就是用美金来方式 因为他需要 这些华文老师 去教导他们的一个 华侨 印尼的华侨子弟 有的是钱 这不止我看印尼学中文的 不只是印尼的华侨 对 也是其他 也是逐渐逐渐开放 我在这个国际日报的时候 我就看了有四个马来妹 就是在读动的马来妹 在里面工作 在印尼国际 中文报纸 对对 那怎么学的呢 他他不像我们上华小 什么 他就在印尼的大学 学了四年之后 他就可以 再担任一个编辑的这个工作了 对 所以所以其实 就是中文 他有他的市场的 为什么董总不能把他给放出去 我的想法 你把他放出去 成为一个这个全民式的这个 一个学习的环境 马来人也好 印度人也好什么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这个可能性是更高的 可能性是更高 但是 这个华教呢 就就真的是一劳永逸的 就就把他给打救起来 所以他们的担忧也有他们的自己立场 当我在质疑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担忧的时候 他们的考量也 听起来也 也不能够说完全没有所谓的一个道理 就好像说 呃 严宵节那一个晚上 我们有一个二十四节令鼓 是 二十四节令鼓有二十九里鼓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诶其实 虽然是那个是华小 中华 啊 国民型小学 里面来的时候 也有印尼人 也有马来人 在表演那个二十四节令鼓 也就是说 当时候 在家校协会董事部里面 因为他们有将近三十八仙的 这是非华裔的学生去读这个学校的 但是在董事部 或者是在他们校委会里面 也是有反对这种声音的 因为当这些人 一进来这个华小的时候 抢了他们的很多的字眼 抢了华小的字眼 就好像说 学校的代书啊 借书啊 学校食堂的这方面 都是给马来人这些 非华裔子弟拿去的 所以这个国家里面 所以他们有反对 但是站在校长的立场 这个是对的 也有反对说 哇太多马来人来抢我们的位置 是不恰当的 但是站在我的立场 我是认同啊 有其他族群其他人 我们要扩页嘛 就来写 不不不不不不 你让他们来抢 你去抢他们的呀 你到国小去抢 因为就是说 当有人 我就讲 这样嘛 人永远就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就是你所加的 烟虫是脱离不了 这个是无可厚非 就是说 当我强大 你才来抢我的东西 为什么我今天抛出一个问题 马来社会 或者是政府 为什么你不去自己牵强化你自己的 马来文 以文 自然自接的时候 我一定会把我孩子送去学国文嘛 而不是你今天先打压别人 而抬高你自己 这样的做法的时候 当然啦 我更加不会妥协你 更加不会放下我自己的身份来 你觉得他打压 打压了别人是吗 我认为他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模式 就好像说 明明那一个 稻苗啊 你让他自动的发展 生长起来 而不是你为了要快速的长 你就跟他拔几根 拔两寸起来 让你第二天 你看到哇 这个很快长了 但是可能不到一段时间 你就会孤懈了 死掉了 这个就是我发觉到政府 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态 所以很多时候 为什么不把国小 孩子不把我们送去国中 不是我们为了尊严母与教义啊 那种的看法 对我这个七十年代的人来讲 所以我认为 董总也是看到他自己的市场吧 如果他的marketing没有改变 还是这样由这些一些老臣子 老一辈子的人 在走下去的时候 他的市场越走是会越小的 反而 这个新春大团拜 纳基给他的时候 连没办法 三兄弟里面的那个 新宙日报 也要歌颂他一下 嗯 因为裤子还没有脱 他就要叫 叫床 什么 有人 有人就是这么形容的 说这个董董就像一个季女啊 就是说 就是跟人家圆交啊 这样子 没办法的 因为华人社会很懂得这一个文化的 因为季女这种圆交 在自古以来都有存在的 在整个社会里面 所以你懂得用这种圆交的方式 很多康陶你都会在你手上得到的 就像我不懂得圆交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跟人家打工 一场project都没有拿得到 到底要怎样去圆交呢 你就是很爽 对不对 到网上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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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去这个支持 博冰超是不支持国语的 他就说这个国语不需要支持了 对吧 咱们这个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对吧 什么想法都有 所以我就讲嘛 当我们谈教育的时候 之前你问我三个语文 英文华语 国语哪一个重要的时候 我还是坚持 就是说英文跟华语掌控的好 当我把孩子送去华小的时候 但是我发觉到 我的孩子的逐渐逐渐上了二年纪 一年纪的下半年的时候 国语变成烂的时候的时候 我作为家长是不是要补救他 其实我觉得告诉你 你所有的人不认为国语重要的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什么特点 对政治不感兴趣 他没有一个要自身度外 就是说我对这个国家的事情 其实我是自身度外的 对不对 我要是想要去去改变一下这个国家 想要推动一个国家的这个发展 那这部分人 他是会好好老老实实的学好国语 对你也讲出我的心态 我分分钟如果国家看了没有兴旺 我还只能够讲的一流口力的中国 你只想要早就站在外面去了 在外面移民出去 早就想的就是我 我就走人去算了 他就根本就不把这个地方 当成是他自己的一个生于死死于死的一个国家 明知死路一条没有理由 你还一直要往死路走 所以我就说博冰孝 虽然他是吉兰丹人 他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到美国定居 他也不是问题 这有可能或者也不是了 我冤枉他 我说他还是想回吉兰丹去 只不过说在吉兰丹 他会开辟一个英语世界 或者是华语世界 在这个生活 完全不用讲这个国语是最好的 这也是可能 或者国语就当成是方言就好了 当成方言 所以他问了一个问题 国语不受中视的问题 是华人的错还是政府的错 如果问我 不要讲谁的错 我们讲是谁的错 有什么意义呢 政府的错 或者是华人的错 又有什么意义呢 政府的错咯 如果你这样直接问我 我也可以直接答是政府的错 你不能够说华人的错吗 为什么华人不选择是 国语位中要的一个语文 原因是出在哪里 也同样的道理 为什么今天我不把 孩子送去国小 跟同样的道理 如果今天我问你 加码马来社会的家长 把孩子送去 送去把马来社会的家长 把孩子送去华小 是马来人 那个家长的错 还是政府的错 我不明白 他送去华小 我觉得这是聪明的 聪明的 聪明的 我就是认为那个聪明的 是错是错在 可能他对自己的 研究的教育制度 没有信心吗 未必他 他送去华小 就是对教育制度 没有信心 因为他看到市场 人就是说 那我就问你 如果一个华人把孩子 送去了这个国小 是不是他对华小的 教育制度 没有信心呢 也可以这样说 不能这么说 有些是 这个很多因素的 不是 他觉得 他觉得 就是说 我想我的孩子走 怎么样一条路 他为他孩子做主了 他就把孩子送到那边去学习了 对他看到了 我还看到一个中国人 一个中国人 他来到这边 开始他把孩子送到华小去学 那天上我们留言台了 他送到咱们华小去学习 学了一阵子之后 他说不行 这华小把我孩子教坏了 他送到国际学校去学 这也是他的角度 他的看法 对不对 没有对跟错 但是我 我始终还想 我一直要强调的东西是 明年三政以后 真的是你要强化 我总 只要你能够把国中的教育搞好 我相信逐渐逐渐 我们这一个年代孩子 我还有孩子 还有五年的时间 可能我就不要为与筹谋 为我的孩子 打入那个独钟 其实我觉得 这一点是 这个不是什么考量 明年根本就没想那么远 他只做了两页纸的宣言 后面呢还没做 对啊就是说 我们就期望他能够改变 而不是要为了 他完全没有一个 一个这个 教育的这个方向 到底是什么 完全都没有 还没有讨论好 所以一上台来讨论的时候 那才才有细看 就曾经在一个讲座会里面 当人家问蔡天讲的时候 蔡天讲说 我们不需要立政策 不需要立政策 董董的政策 就是我的政策 对 好了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 就到现在就差不多结束了 好 那我们这个 非常谢谢这个 谢师监院长 谢师监博士 给我们谈了一些 历史上的问题 华教的课题呢 当然 永远是留言台 这个 关注的一个课题 就像阿龙你说的这样子 只要烟囱政治存在 这个华教的课题 那总是没完没了 好 那我感谢大家 明天这个时候 咱们再会 多一把 谢谢 是的话 我的鼠标还能不能动 还能动 好 感谢